在宾夕法尼亚州大城市匹兹堡的劳伦斯维尔社区 诗习者圣约翰大教堂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 从中午一直持续到晚上 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崇拜上帝 而是为了喝啤酒 很多人是这里的常客 这三位每星期都要小聚好几次 多年来一直如此 这是个老教堂 因为社区人口急剧下降 1993年的时候 当地的天主教会被迫撤离 他已经不再承担宗教功能 1996年 匹兹堡商人肖恩·凯西买下了这个建筑 将它改造为带餐厅的酒吧 名为教堂啤酒屋 酒精和教堂很少有结合到一块的时候 但肖恩的商业计划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我们曾经跟他们和同众的朋友们 和他们他们想想让一些 有变化的东西 在一个建筑的建筑 不想让他们可以看到一个建筑的建筑 很棒的 Charismatic 建築 他們只得了盤子餅 新的建築 或住宅 實習者聖約翰大教堂 也是一棟百年老建築 他1902年及落成投入使用 這座羅馬風格的紅磚建築 已經進入匹茲堡歷史文化遺產名錄 我們嘗試保住建築 無法改變太多 當你回顧一下 你能看到桌子是原本的 我們用了櫃子 原本的櫃子 所有的瓶子是原本的 塗製的櫃子是原本的 你見到幾乎都改變了教堂的設計 教堂啤酒屋只供應自己釀造的手工啤酒 也叫精釀啤酒 所有啤酒都出自從前的聖壇 這其實是大堂 這就是聖禮的聖禮 聖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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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蘭特擔任教堂啤酒屋的釀造師已經四年多 精釀啤酒與大規模生產的啤酒 從基本程序上來說很相似 兩者也有不同 這就是一種藝術 這就是一種藝術 這也是一種藝術的經驗 從當我們開始喝酒 到當我們開始喝酒 在酒店裡喝醉 酒店都在每次喝醉 釀酒師的創造性 在這個過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發揮 酒吧的龍頭裡流出的啤酒 都來自教堂的聖禮 每天供應八種 他們的名字很有特點 體現著匹茲堡的地方特色 現在我們在喝酒 叫做Blass Furnish Stout Blass Furnish Stout 是我們的啤酒 culture 這是我們的鋼鐵歷史 和社區 匹茲堡曾經是美國的鋼都 雖說鋼鐵工業早已經萎縮 但它仍然是這個城市 重要的經濟文化標誌 我們仍然有鋼鐵公司 所以這個啤酒 這啤酒影響我們強烈的 heritage 比較暗的 更強烈和享受 像是Blass Furnish Stout 更多啤酒的名字帶有宗教色彩 教堂的管風琴只剩下外殼 它通過啤酒得以再生 接下來的啤酒 是Pipe Morgan Pale Ale 這應該是一個更傳統的 美式的酒類 也有很多酒類的 其他的還包括天國金黃淡啤酒 和虔誠的僧侶深色淡啤酒 教堂的標誌玫瑰花窗 印在每一個酒杯上 聖約翰大教堂 儘管已經不再發揮宗教職能 但畢竟還是個教堂 在眾多聖徒們的凝視下賣酒 難道不覺得一樣 勞倫已經在這裡工作九年 一開始有點奇怪 但它不再影響我 喝酒的人們有沒有複舊感呢 我愛喝酒在教堂 我從小時候都做了 既然喝酒都沒有問題 風調更不在話下 馬克烤皮薩餅已經11年 而且就在從前教堂的方盤上 這是一個祝福 教堂啤酒屋為社區 提供了100多個就業機會 大多數雇員都像勞倫 布蘭特和馬克一樣 長期在這裡工作 是聖徒金 對 我們得到賣賣 約30% 那還不錯 還不錯 教堂啤酒屋還成為 匹茲堡的一個獨特景點 很多外地遊客都慕名而來 啤酒屋帶動了一個老社區的復蘇 一切都會做的 然後是一個他最好的 有機會 我會做的 我會做的 好愛 我來開門 我們在鎮中